总大选在即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他12月21号宣布了元旦开始要终止台湾12项的关税减让 对于民进党他提出了假设如果继续坚持台独立场的话 不排除会让相关的部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有学者就批评了这是中国持续在介入台湾的选举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首先看到了在中国福建省最新公布的 允许台湾民商市仲裁机构在明年元旦开始可以在厦门设点 陆委会就批评了这个举动对台湾单边设定融合促统作为的一环 企图要拉拢台湾民众跟团体到中国融入制度跟规范 国内学者批评这是赤裸裸的戒选 而面临中国加大力度介入台湾选举的压力 台北大学犯罪学的研究所所长沈柏阳他就提醒了 要介入选举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防止大型事件 因为只要对方发动的话基本上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要注意的是时机点 依照中国的调性通常都是在大家放假的时候 再来就是这一年以来中国铺陈阴谋论 有关的假新闻那针对那些成功铺陈 被在野党拿来炮打政府的议题 沈柏阳做出了反驳 首先第一个是他们认为民进党只会喊抗中保台 他说其实抗中保台的法案占比非常的低 在野党可以批评这些法案不应该成为优先 但不需要猛批民进党只会做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个是史上最贪腐 他强调这个印象是喜出来的 那最后还有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沈柏阳认为一直以来都是中共片面在加强军事压迫 那在他的眼里呢 其实他觉得台湾人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 所以沈柏阳最后也总结了 面对中国这个戒选呢 其实是一个长期抗战 希望选民不要被假消息影响 明儿不 cas causa 吔光 琴 视频 뭐�